一地海外僑胞为中国失去了 对小平这样一位伟大人物 部队驻地亲自调查了解有关情况 夜以继日的工作 江泽民 胡锦涛和其他军委领导同事一起 亲自要本着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精神 认真总结吸取教训 切实赶进工作 努力把军队现代化建设搞得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